又到了出门踏青的好时节 近日长三角铁路春游运输方案出台 从3月15号起至4月15号 长三角铁路预计将发送旅客7800万人次 以旅游客流为主 随着长三角多条高铁新线开通 苏北晚南多地成为新的高铁游目的地 出行范围相对其中在高铁三小时交通圈内的中短图线路 同时随着红色旅游热度不断攀升 护苏浙丸等地红色旅游景区 也吸引着游客打卡游览 从3月10号开始 重庆到贵阳的客流持续增长 春游列车沿途经过楼山关 童子 尊义等地 穿越多个油菜花田 沿线景色每不胜收 春天到了 我也约上好姐妹准备去童子的前北花海 观仓镇看看杜鹃花和油菜花 这几天 干敏两省多地旅游景区 田间郊外油菜花 樱花 茶花 相继绽放盛开 吸引着大批游客选择在周末时间 前去踏青赏花 我们在出站口提供了 专属春游路线咨询服务 旅客根据我们的推荐 称作景区直通公交 体验到散花 品尝特色美食 观看民俗表演等一站式春游服务 此外 女兰全明星赛 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等体育赛事 在杭州宁波举办 也让观赛看演出等新兴出行需求 进一步放大 出行范围集中在高铁 三小时交通圈内的中短图线路